印度网友制作视频 想证明德里和北京差距不大 结果惨遭各国网友打脸 很多朋友都知道 印度人踏实干活不行 吹牛皮的功夫却是极佳的 各大视频网站都充施着一些印度人 大放厥词的视频和评论 而北方的邻居则主要是他们针对的对象 印度网友特别爱制作 中印两国之间的对比视频 尤其是德里和孟买作为印度的top2的城市 更是经常被拉出在溜溜 某印度网友可能是想证明 德里和北京的差距不大吧 所以制作了一个北京和德里的对比视频 虽然这个视频相对不少 更夸张的印度对比视频来说 已经有很大的收敛了 比如他没有使用一些脏脏差的角落 也没有加上BBC的一间滤镜 而是直接使用了我国网友的航拍视频 完全能够展示北京的亮点 但视频中依然有很多小心思 如果不仔细看的话 真的可能被忽悠进去 比如人均GDP方面 这个视频为了让德里看起来和北京的差距不大 没有选择比较常见的计算方式 而是选取了购买力评价的算法 这样看起来 德里的人均GDP竟高达23000多美元 虽然北京也因此成为了人均GDP超过4万的城市 直接跨入了主流发达国家顶尖城市行列 但德里和北京的差距也被缩小到90%左右 实际上根据常见的GDP算法 北京的人均GDP数据是德里的4倍左右 而从整个国家来看 中国的GDP更是印度的5倍以上 这种计算方法在反应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上 往往比购买力评价法更加客观 因为印度的人均PPP是人均GDP的3.5倍左右 而中国仅为1.7倍 所以这位印度大聪明使用了购买力评价来做对比 从而减少两个城市的差距 但实际上PPP和GDP的差距越大 反而说明这个国家越落后 但凡稍微明白一点的人都会觉得有问题 因为我们比较喜欢正式差距 所以你看中国网友 啥时候会用购买力评价来和别的国家对比 再比如最高建筑方面 虽然我认为这个对比没啥意义 但是印度人就是比了 而且用了还是一个计划明年才建好的建筑 但依然轻松被500多米高的中国尊秒杀 再比如视频中号称德里地铁 日均客流量为500万人 但实际上2019年德里地铁的日均流量 只1229万多 同时北京地铁2019年的日均客流量 是近1250万 而视频中的标注却是1100万 此消避党 视频无形中又将4倍以上的差距拉成2倍 不过德里地铁的里程长度还是可以的 这个视频最后并没有放出细致对比结果 但无一不透露出一种 德里和北京的差距并不是很大的概念 也就是一倍左右 但很快 这次视频就被评论区的各国网友打得脸都肿了 绝大部分网友表示 把德里和北京放在一起对比就是离谱 比如一位叫做Jeff的网友就表示 德里最多也就是和墨西哥成一个水平 北京显然是另外一个级别的城市 这个评论也获得了1200多个赞同 再比如一位网友表示 两个城市唯一相同的点就是都是首都 仅此而已 也就是说其他方面根本没有可比性 更加神奇的是 可能是被网上各种瞎对比的中英视频气到了 一位比较理性的印度网友在评论区表示 把这两个城市放在一起对比就是离谱 他虽然是印度人对德里的未来很看好 但还是觉得现在的德里根本就无法和北京相比 而一位叫做圣杰哥的西班牙网友更是直接表示 中国根本不在乎什么北京上海和德里蒙满的对比 因为事实就在那里 印度人就是爱扯着脖子喊 这就是中英文化的差异 还有一些网友直接在评论区和印度网友吵了起来 比如一位雅加达的网友直接表示北京全面领先得理 然后就被印度网友给怼了 评论区瞬间变成了东盟和印度的网友大混战 东盟网友纷纷表示 印度这个国家就是遭乱差 街上牛到处跑之类的 而印度网友也不甘示弱 表示整个东盟加起来都没有印度强大 场面十分激烈 而从评论区我们可以看出 即使是这个相对收敛的对比视频 依然被各国网友蒙怼 所以很多所谓的中印城市对比视频 完全就是印度网友在自嗨而已